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世界见证肖战强大影响力 霸气登上泰国巴沙封面 肖战真巨星 近日,网上报道肖战霸气登上了泰国巴沙封面 是真是假并不清楚 但是可以肯定肖战就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巨星 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见证到肖战的强大影响力 米兰时装周就是一个缩影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从来都不需要弄虚作假 是名副其实的真巨星 世界范围内享誉盛名 据悉 世界任何角落都可以见证肖战强大个人影响力 肖战霸气登上了泰国巴沙封面 这不算什么 更重要的是肖战登上了世界趋势第一位 可以非常直观展现出肖战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趋势 当之无愧的世界巨星 不接受反驳 更重要的是 肖战问心无愧 含金量很足 是当人不让真巨星 这可不是有些弄虚作假或者靠蹭热度走红的艺人能够相提并论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为喜欢肖战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作为小飞侠的一员 时时刻刻都可以感受到肖战带来的魅力 肖战不止一次带领大家见世面 这种感觉太爽了 如今的肖战已经顺利回家 接下来就是继续在《藏海传》剧组拍戏 期待早日杀青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总之恭喜肖战 这么多年过去了 肖战经受助考验 是一位问心无愧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不容诋毁 未来的路很长 继续和肖战并肩前行 共同努力 坚守初心 和肖战一起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成就更好的人生 肖战越来越好 未来可期 肖战时装周打破圈内认知 被称赞内与脸面 当之无愧全球巨星 近日肖战走出国门一次 出席时装周带来了非常震撼的效果 特别是还打破了娱乐圈内部的认知 肖战被称赞为内与脸面 走出国门依然享受超高待遇 让世界范围内时尚领域的大咖和奢牌 都来见证本土正能量偶像肖战的精神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的肖战俨然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全球巨星 随随便便登上世界趋势第一 据悉 肖战时装周打破了圈内的认知 肖战被称赞为内与脸面 也是当之无愧的全球巨星 这样的评价 这段时间见了太多次 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外媒 提到肖战的时候都在赞不绝口 肖战本身就是光环 能够闪耀全球 另外肖战出席米兰时装周的排面同样很大 无论是安排阶机还是米兰应援 场内外曝光率等 肖战都是举世瞩目关注的焦点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感到骄傲和自豪 肖战彻彻底的走出来了 舞台上的肖战就是非常自信 收放自如 剧组里肖战认真拍戏 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塑造角色上 非常敬业 对于肖战来说 肖战能够如此成功 且保持这么多年 本身就有足够的理由 难以复制 总之恭喜肖战 期待肖战继续破圈跨界闯世界 也期待青年演员肖战 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相信还是不会让观众失望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歌手 也是当之无愧的正能量偶像 可以继续跟随肖战的脚步 携手共进 不辜负热爱 肖战非常厉害 未来可期 别人单一 肖战仍穿羽绒服 固执的方式表明自己硬刚的态度 近期肖战在电视剧藏海传的拍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麻烦 首先肖战在恒电拍摄的时候 虽然天气已经升温到27度 但他仍然坚持穿着羽绒服 这引起了很多粉丝的担忧和心疼 他们纷纷评论表达对肖战的关心和支持 肖战甚至在深夜发文 提及了剧组幕部被扣破和女孩子偷窥的事件 表达了他的愤怒和对自己的尊重要求 这次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肖战作为当红明星 《家之藏海传》是一部备受瞩目的电视剧 这次事件成为了热点话题 许多网友纷纷评论支持肖战的态度和底线 也有一些人呼吁珍惜剧组和演员们的努力 抵制待拍路透的行为 类似事件在娱乐圈中并不罕见 肖战所遭遇的困扰与其他明星遭遇的侵犯隐私事件 有着相似之处 明星的私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他们不可避免地经常被记者和粉丝跟踪和偷拍 这种待拍的行为不仅侵犯了明星的隐私权 也对剧组的正常工作造成了困扰 这次事件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 肖战作为当红明星的行为 受到了粉丝们的广泛关注 为他树立了正面形象和品牌形象 其次事件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和讨论明星的隐私权保护问题 引发了对待拍行为以及对娱乐圈的关注度的思考 最后 对于剧组而言 这样的事件带来了许多困扰和不便 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来解决和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 然而 事件并没有最新进展 肖战发表的倡议书也只是在表达他的不满和对尊重的要求 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次事件可以说是肖战与待拍现象的一次交锋 无论结果如何 都可以成为娱乐圈中隐私保护的一个案例 起来 肖战在电视剧《藏海传》拍摄过程中遭遇的待拍问题 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这次事件引发了对明星隐私权和娱乐圈待拍现象的讨论 同时也给剧组造成了困扰 虽然该事件目前没有最新进展 但肖战坚持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要求 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 同时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保护明星隐私权的重要性 呼吁大家共同抵制待拍行为 珍惜剧组和演员们的努力 在娱乐圈中 每个人的努力都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应该用尊重和支持来回应他们的付出 最后 希望肖战能够顺利完成剧集拍摄 取得好的成绩 大家一起期待肖战的精彩表演吧 现在请读者们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你对待拍行为有何看法 你如何看待明星的隐私权保护问题 你对藏海传有何期待 让我们一起来参与讨论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